四十岁 八不要 我们一起来听 如果你四十几岁了 要修一颗平常心 不要再胡思乱想 如果你四十几岁了 要修一颗宽容心 不要去斤斤计较 如果你四十几岁了 对家庭要负责任 不要让父母对你寒心 如果你四十几岁了 对家人要多包容 不要动不动就发脾气 如果你四十几岁了 事业在外要私进去 有梦更应该去追 别得过且过 如果你四十几岁了 续情假意别逗留 交真心的朋友 出真诚的感情 如果你四十几岁了 不在乎你的人 甭在乎 别为了不值得的人 郁郁管欢 如果你四十几岁了 别再羡慕别人的生活 多着眼身边的人 感恩相守 四十岁的你 一定要有志气 别萎靡 一定要有心胸 别较真 一定要有耐心 对孩子 一定要负责任 对家庭 四十岁的你 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 多锻炼 一定要顾及自己的情绪 多心宽 一定要放弃不值的感情 别眷恋 一定要用心 过好每一天 别虚度 人生不过百年 活着活着就老了 老着老着 就走了 生命只有一次 这辈子 只来一回 我们更应该加倍珍惜 把有限的时间 用来做值得的事 学会苦中作乐 懂得看开 看淡 什么都不好 心情不能不好 什么都没有 快乐 不能没有 人这一辈子 我们都是普普通通的人 没有飞天遁地的本事 不能一下把生活改变 努力 就无憾 知足 就幸福 感谢观看